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結合雙向結構和重複結構的猜數字遊戲 那一開始呢我們先請同學來玩這個猜數字遊戲 那這個數字遊戲呢我們點一下綠期開始 它會有一個背景音樂 然後這邊又會說猜猜看數字的範圍是1到100 那我們現在從1號開始猜 誰先猜中了 我們就有一個 就幫你加個分好不好 看你今天的運氣好不好 來1號你要猜多少呢 範圍是1到100 好87 好很多人都喜歡猜 猜一開始都猜87 好他會給你一個提示喔 太小了 87太小了 來2號同學 1 欸94啦 多少 94好 太小囉 哇3號同學很有機會喔 99 啊99 99 太大了 沒中 4號 98 98 差一點太大了再來 5號 6號沒來來來來來來會換你了 9號 4號 96 96 96 應該還會中喔 猜中了 正確答案96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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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結合我們過去 第一個就是我們做這個剪刀石頭布的一個選擇結構 還有我們一開始的這個循序結構 就是請大家說一個故事製造機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程式怎麼寫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程式其實只有一隻貓咪而已 這個不是 這是我為了讓他把它放在網頁上面擋住 擋住他的答案的 因為他在網頁前路有一個BUG 所以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一開始我講解一下 很簡單 在律期被點擊的時候刪除list清單 那我給他在變數裡面給他一個list清單 那這個list清單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每一次清都會猜都會有寫入數字對不對 那你每次晚按律期的時候都應該要怎麼樣 比如說我隨便先猜一個 你每次晚按律期就代表是要重新開始對不對 要重新開始 所以你每次都按一下律期 他就要清掉這個清單 因為每次都是新的開始 然後這邊有新增兩個變數 一個是變數PC 就是電腦給的數字 然後他隨機取數 1到100 你可以玩1到1000的 但要猜很久 所以我今天玩1到100就好了 那這個次數呢 再一次還有一個變數 次數是代表說你猜的次數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他會不斷的累計 所以會有兩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要關起來 為什麼 為什麼要關起來 不能解釋 你如果不關起來 你要用個東西擋住 你一定要用個東西擋住喔 要不然的話 你每次猜就會怎麼樣 就會被猜到答案了啊對不對 就會被看到答案了啊 你看你每次這樣猜 你不關起來 來我們來從一開始 來 請大家猜猜看答案多少 恭喜猜中了 所以就 所以你一定要把這個藏起來 藏起來 藏起來 好 把它藏起來 猜中就結束了 剛才有沒有看到猜中就結束了 所以把它藏起來 後來拿東西擋住 然後他這邊呢 是有一個詢問 之前我們在第一次做的時候 那個照樣照劇 某某某 松五十二點在廁所吃便當 那一個程式 他一開始有個詢問對不對 就是用這個詢問 他就會出現一個對話狂 然後請你輸入你的答案 輸入你的答案 所以這個詢問是這個意思 然後再來呢 重點來囉 我們先把它關起來 這個重複無限次是代表是一個什麼 loop就是無限次的循環 就像我們 我們日常生活中有什麼東西 是無限次在運作的 紅綠燈 你有看到哪一個紅綠燈突然晚上停了嗎 除非是鄉間的紅綠燈 人在大都市主要幹到的紅綠燈 一定是24小時都運作的 像我們中正路 中正路的紅綠燈 他一定是24小時運作的 OK 還有什麼是重複無限次運作的 有沒有人家 家裡的廚師機是24小時無限開的 因為家裡很潮濕 都有 這種是無限次運作的 那這邊無限次運作的名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是播放音效 我們有個音效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背景音樂 這是音效的話 我是在這裡面找的內建 內建的話很多音效對不對 那你可以自己去找 那我建議你可以去找一些 節奏循環的會比較長 比較好適合的 不要找些什麼人聲怪怪的 所以這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這一個的 這一個背景音樂的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的一個這個 這個是今天的重點 這是一個之前叫過的選擇結構 選擇結構好在在這邊控制這邊 我們用到是這個方塊 我把特別拉出來看 我把他縮小一點 這個結構 是這樣子 看起來是不是有點複雜 那我們先看 好先看一下第一個 如果 你詢問的答案等於pc 是代表什麼意思 對 詢問的答案是這樣子去拉的 這邊我們偵測用詢問的答案 好詢問的答案在上面對不對 這邊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他等於變數 所以他這個是可以去組合的 很多同學將組合起來 詢問的答案等於pc 就代表說你猜中了對不對 因為pc又給他一個數字 我們把它藏起來 代表是電腦給的答案 那你猜中了他就會說 哇猜中囉 然後說出自串的組合 正確答案pc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他會說出自串組合 就是他貓咪會說出正確答案等於 例如說我們剛才猜的是96 持續2秒 他會把正確答案跟這個數字組合起來 然後另外的話 他又再說出 你總共猜了幾次 幾次猜中答案 什麼隨機取數 這邊這個是錯的 這個是錯的 不用隨機取數 沒錯 同學們找到一個問 找到一個問題了 其實是不用隨機取數的 只要按自串的組合 然後呢 你的次數猜中了幾次 然後呢猜中答案 猜中答案 這邊 來看一下 猜中了答案 這邊是這樣子對的 沒錯 同學們發現了一個bug 那我們來試一次喔 我們先把這個答案給打開來 變數答案打開來 99 這一次抽到99 99按一下 好 你看猜中了有沒有 好 持續2秒 正確答案是99 持續2秒 總共猜中了一次 就給你猜中的答案了 他的用意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沒猜中了 他就會停止全部 你看到音樂自動就停止了 然後我們再把PC關起來 好 那今天如果沒有猜中的話呢 他就會不斷的執行 否則這個部分 跟我們之前的那個剪刀石頭布 有用到這個選擇結構對不對 就是否則 否則 然後呢 否則的話我們看一下 如果詢問的否則兩種情況 比我們之前剪刀石頭布的那個 這個還簡單 因為剪刀石頭布有三種變化 那他這只有兩種 第一個是 你沒有猜中有哪兩種變化 你詢問的答案 你猜的答案大於PC PC給你的答案 電腦的預設答案是5 結果你猜成6 5以上的 他會就是大於PC 他就會說出太大 太大 那我們再給他來示範一次 看一下 太大 現在答案是78對不對 我猜79 你看 他就會說出太大 持續兩秒 然後添加詢問的答案 到list 就是把你這個猜的答案寫下來 然後再詢問你猜猜看數字 然後變數次數改變1 那我們這邊呢 猜 如果你一直猜的太大 他就會說太大 繼續猜太大 80 又是又太大了對不對 太大了 又太大了 通常你不會再猜往上猜的啦 對 這樣就太怪了 你看 就是 又要叫你自己猜 所以你就會往下 你就會往下猜了 你就會猜75 太小 有沒有看到 否則 就會跳到這邊 否則 太小 如果沒有太大就代表是太小 沒有太大的話 他就代表是太小 就這兩種可能嘛 沒有太大 就是太小 要不然就猜中 結束了這個遊戲 好 你看他就太小了 然後勒 再來一次 太小 76 你看喔 又是太小對不對 又是太小 繼續猜 繼續猜 直到你怎麼樣 你猜中的答案是78 他才會跑回這邊 就結束了這個程式 所以今天這個程式呢 請同學去想想看 怎麼去設計 那給大家再給他一個 腦力激盪 就是說 我們今天這個程式 是怎麼樣 是 電腦給一個數字 那可不可以我們自己設定一個數字 給同學猜 比如說我今天設定電腦要 答案是66 給同學猜 所以 先給大家兩個方向思考 第一個就是請你先簡單的做出這個 程式出來 猜遊戲的程式出來 如果你還心有餘力還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想想看 怎麼樣來自己來設定數字給 這個遊戲的 設定的 是你自己 要給同學玩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 玩給同學